我听说昨天有下雨和打雷 这个就是神听了你们的祷告 所以这代表你们都是言行一致的人 就是说什么就会做什么 不是像有些政治人物 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 神要带出来的讯息就是 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生命也可以解说是你属灵的生命 或者是良知 你要是赚了很多钱 你是不是你良心赚来的钱 你有什么益处呢 我想根据我知道赖妈妈 其实现在都没有什么钱 但是你看徐律师还有高大臣法医 都很尽力帮她 他们可能现在还得不到什么钱 然后很多政治人物 他们就是说的是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他们说就是哄哄你 然后做的就是想对自己有益的 这些人觉得他们可以骗很多人 而且可以骗了人价钱 但是其实他们骗不了自己的良知 圣经上也说了 你追求别的神必争天忧虑 所以你的神可以说是金钱或者是偶像 圣经上说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赐给你你心里所要的 所以你心中所要的 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耶稣知道 所以很感谢神 看大家都这么同心 我想神也很感动 所以我们祷告神也听了 感谢神 感谢神